27 月的成立 要不要书面 原则上 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说 某件事 一定要陪我有书面 嗨 大家好 我是凯莉 凯莉 凯莉 今天在 我们今天要做什么 我先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戴口罩是不是 人家是有一些状况 所以我一定只要戴一些口罩 今天就是要讲说 因为我们有关 你有个来信啊 然后许诺我们这个 很火红的一个部分 是中文学 2020年11月5号的时候 他发布了一部 就是 本来是我们配音的 这一部就是 他本来是说要去配 鬼面指论 就是配音嘛 这个角色配音 然后是由那个 户面关里面 截教部的人跟他接洽 但是在这个接洽的过程中 就是沟通上 沟通不好 然后导致于他后来 没有办法去配音 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 其实中文学在拍片的时候 他就是 萤幕旁边就有把他们的那个 跟里面的 席教部里面的人 在讨论的内容 然后他有公布在这边 那想问的是说 假设如果他已经骗中 他没有公布了之后 又没有讯息 又没有违法 但是他在说这个对话的时候 他是有把那个人员 跟email 附黑的 关于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 应该是没有违法的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 我们先探讨违法这件事情 你要处罚我 基本上 我可能要付一个义务 或者是上法律上有规定我说 我对某些人的隐私要有保障 但是 我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对话 如果他觉得这是他的隐私 就不要跟我讲就好了啊 而且这是我们对话过程 你对话过程之中 他就没有所谓的 合理的隐私权期待 除非我们在对话的过程之中 我们有约定 也就是说你同意 我也同意 对这个对话内容要保密 我才有付有一定的保密的义务吗 不然其实原则上 都没有 我们彼此之间对话 是没有可以一次期待的 那如果说 你要说这讯息要保密 这更不可能啊 保密这件事情呢 一定是双方都同意 不会另外一方 就说我要保密 我就付有义务 那他们这样子来来往往 就会连日期也都定了 然后还包含说 他可能 因为他不是专业的配音员嘛 所以他还可能有那个 要去上配音员的课程 然后他的行程 就是开了很多个人给大家 那这样算是 这个契约算已经成立了吗 基本上 这个契约算不算成立 我先讲啦 因为有关于钟明轩那个 毕竟我们不是整个touch到 我们也是从片面 他的YouTuber 或者是其他相关资料去看一下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完整去断定说 这个契约到底成不成立 但是呢 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件事情 一个契约的成立 要不要书面 原则上 除非法律有特别规定说 某件事 一定要给我有书面 不然原则上 我们口头之间就可能会成立所谓的契约了 他信件是发到哪个程度就算 好 我再讲一个原则性的 一个契约要看各个契约的内容性质 如果他是必要之点 他只要成立了 就算成立了 譬如像说假设 我先跟我们有任何东西 好就假设这件衣服 假设用一千块卖给你 然后你说好 不要 刚刚的短短的几句话啊 他就包含了 买卖契约最主要的成立之点 第一个 标第五 第二个价格 这样就成立了 譬如像说假设 假设田园他有一台Post 911 他用90块卖给我 然后我就同意说 好 我要买 标第是什么 Post 911 价格是多少 90元 这样就成立了 不一定要书面 但是譬如像说 我是担任哪一个角色的配音员 然后我的工作时间多久 然后他的价格是多少 彼此之间达成一个合议 那我会觉得这样系约 恐怕会有成立 只不过因为 就像你刚才所讲的 他不是一个专业的配音员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 需要前置作业 因为我经过 我觉得你可能声音 会符合这个角色 但是我可能还是需要你去学习 或者是练习 经过我们的一连串训练 看看我们能不能到下一个 正式成立契约的内容 这其实在国外 或者在对岸国家 他有所谓的 异项书 这一类的契约 他就是契约正式成立之前 他们可能针对某一个 浅阶段的行为 各自有各自的法律效果 所以有可能 他还在浅阶段的法律效果 但是毕竟他可能支出了 他可能会有那种 立约上过失的一些法律问题存在 很难 真的很难 但是我想问说 因为除了email之外 现在更多可能就是LINE 这些简讯方面的传达 这样子只要是两方合一 这样就算契约了吗 就是如果他传讯起来跟你说 这东西要你做 那你也做给他 就好像跑掉了不见了 那这样算了 这就可能是一个违约的行为 其实我们最常看到 现在啦 其实我好像还蛮常看到 譬如像FB或LINE的 买卖契约 其实说好了多少钱去购买 那可能契约就已经成立了 那我还想问说 这个网友他的说法是说 他是剪辑师 他影片也给对方了 但是对方拿到影片都能见真发 他也只能可能透过平台跟大家说 他这个人不见 这个人很过分 然后不给不付钱这样子 但是很想了解是说 那后面有没有什么管道 可以寻求协助 或是他后面接下来他可以不做 不然他东西都给别人啦 还有可能的一个救济方式 有关于我已经把影片给对方了之后 对方就消失 要看说拿影片的那个人 就是想要用诈骗的方式 取得你的劳务的那种 告诈欺啦 就有可能是诈欺 但是这是形式上 警察局报案 这个事件啊 其实钟明轩他可能就是 当时就是很生气 所以他拍了这部影片 假设如果都已经到个某一阶段 他又喜欢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因为会有情绪上的反应嘛 所以他后来在2020年的11月7号 他又拍一部道歉 因为他觉得他延迟偏激 所以他要道歉 那狗说他说木棉花 然后他跟大家纠整 他说他没有这一阶段 那木棉花的公司好像 本身也没有表示任何的意见 早间在那个IG之夜 可能发表一下说 可能他们内部的确有一些蔬食啦 大概是这样 那你们要补充什么 基本上啊 其实契约 在我们生活中是 非常广泛的运用 只是 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说 我跟你买的东西 其实都是成立契约 要不要留书面 最主要的目的是在 万一发生了纷争的时候 我能不能向法院 或向侦办刑事案件的警察 或检察官提出相关的证据 这有时候 这些证据的保存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建议大家 做契约行为的时候 对证据的留存要做好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 按赞订阅加分享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后面讲服务一句 但是老公在一起不这么久了 其实外面很多契约 九成都是 你给你烂来 有九成 按订阅的话 我就让一个40岁的老人家 测房给你看 诶有诶 有 诶有